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說 中央過去多數提及粵港澳合作發展 今次提出融合發展 以未會促進市場一體化 人大代表葉國謙就認為 中央高度讚揚深圳不等於將香港邊緣化 探曉彤報道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方舟說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一大問題 是市場分割有三個關稅區 今次習近平說 反映中央會促進市場一體化 今次習主席第一次在中央講話提出 融合發展和市場一體化 這意味著我們講的生產有素 包括燃、商品、資本、信息 這些花境勞動將來會更加便利化 至於習近平的這一句 深圳是大灣區建設的重要引擎 是否代表香港的地位被取代呢 其實深圳、香港、澳門、廣州四個都是核心引擎 所以這次習主席用了重要引擎這個表索 意思是不是唯一一個核心 其實是做幾個重要引擎之一 習近平形容深圳的成就是全國人民和四面八方廣泛支持的結果 沒有特別提到香港 人大代表葉國謙認為香港對深圳發展的貢獻已經是由目共睹 我又不覺得會有一個去香港化 不提就去香港化 我覺得這個說法就不是很準確 我覺得取代不了 我們自己又不前進 我們自己又自暴自棄 當然要另一回事 至於講話裡面提到深圳要吸引 港澳青少年去學習、就業、深度交融 葉國謙認為中央是提出了香港下一代的問題 因為我們說過很多時候香港年青人 用回別的港澳、井底之話或者日常自大的東西 能夠了解多些 我相信對他整個年青人的思路會更為理性 他認為教育局和青年事務委員會 應該重點促進青年不常交流 有心理性